拒负反复 复就是被神绑住 拒负反复 愿生恶事戒救苦众生 我有事处 一定是错 拒负反复 我们还被烦恼 烦恼还没解剥 我们还被绑住的人 在这个说复世界 就想保护众生了 我有事处 因为自己还似乎忍力又能救 这个恶世界烦恼力抢 烦恼力抢又过又大 烦恼力又抢 我们开心这个烦恼力都没有断 自作三途 焉有能力救苦众生 我们自己都做到 但从恶到去 我们哪有能力去救这生啊 所以他告诉我们 唯有专念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以业成固 命中啊 念念合身 念见阿弥陀佛以后 再乘忍力传 再乘忍力传 承愿再来 广坐佛式救苦众生 知道吗 所以我们当务之急要急着修小福小战 我们拿了我们的最大的精力拿来休息敬奔 信用的能力好好的累积我们往生西方进去的资料 拿到往生其乐自觉的保证书 我们不是没有福费心 在天才指的大师的庆祝十一论里面提得很清楚 有人在执疑啊 说你们啊 庆祝灭佛人 急着啊 要去西方其乐世界 是不是没有大费心 他应该讲的非常清楚 不是 不是 就好比说刚刚讲的 我们呢 看到人家落水 我真的很想救他 但是我还没有救生员执照 我还不游泳 还没有救生员执照 我现在如果急着跳去救他 救了他 直接灭点了 所以我忍耐着 赶快到西方其乐世界 学游泳 拿救生员执照 拿到救生员执照 再回来 水里跳 火里冲都不怕 懂吗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种质疑啊 到底 到底啊 先行成佛大道 再成佛你的正确 还是先成佛再行成佛大道 比较对 无有对错 同样都是有大费心啊 我就来洗脑一下 我在上证的时候我有洗脑 就是圣道门跟净土门哪一个对 圣道门啊 就是不离说佛世界啊 不离开说佛世界 生生世世啊 常行流渣道 他不想去西方其乐世界 他觉得众生很苦 所以他在 他愿意在这个说佛世界 凯特众生 一起去做佛 一直修行 造成佛会 所以像这样的 洪沙 他有历经 他要一直休息到成佛 要三大阿僧齐节 三大阿僧齐节 老马斯讲说 那个三大阿僧齐节 还会从南部开始算起呢 从原教出驻谷上开始算起 你想想看 简直是无量节 成佛 太遥远了 但是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很快哦 非常的快 老马斯总讲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居然只要三次起 你找不到 是快速复活的法门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我形容了 圣道门这样的敬主门 的差别 比如说 我们当父母的 今天我们的家里 忽然发生了火灾 防止防火了 但是呢 我们的儿女 锁到房间里面 被抢昏了 门啊 反锁了 我们叫门啊 没法叫 开不了 我们又没有锁 又没有办法打开 小孩在里面 抢昏了 对不对 结果我们的父母呢 母亲啊 爸爸呢 就是怎样 会要救和你 但是又没有钥匙 又没有办法破门 所以他赶快 冲出火场 先打电话给 一一九求救 然后 好